关心全球暖化引发的热伤害死亡 美国总统拜登话风一转 强调气候变迁 不论你投哪个党都得面对 拜登想展现领导人高度 但先前辩论表现差与波荡漾 甚至开始有民主党国会议员公开要他退学 尽管拜登一开始就将表现差怪罪与感冒 但美国记者依旧满肚子怀疑 连珠炮逼问白宫发言人相关的话题 甚至直接询问到底拜登有没有实质症 美国前中原议长裴洛西虽然第一时间出面护航拜登 但最新访谈上语气还是有些微转变 他现在说民众有权质疑总统健康 他因此建议拜登最好召开记者会让媒体问道保 毕竟同天纽约时报又刊出耸动标题 指出拜登走神的频率近半年来越来越高 包含先前在G7疑似恍神乱走 揭发选门案的美国资深记者也从旁了解 表示过去一年半类似情形高达15到20次 根据CNN最新民调拜登支持度已落后 川普六个百分点剩下43% 而满意度则下滑到36% 若改派贺锦丽对决川普民调表现反而比较好 因为很担心选情 其他不利拜登阵营的还有这件事 既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川普享有大部分豁免权后 川普封口费官司也要延后到第二次辩论后才会判决 并同意暂停诉讼程序 以评估豁免权带来的影响 由于届时距离大选只剩一个半月 代表川普有机会在封口费和其他刑事案中完全脱罪 你新闻送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